今天就來跟大家聊聊 我到底為什麼會入手這一台 就是BRONTON小巫 RONTON小巫 自從我有了小步之後 我覺得生活稍微方便一點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我去天母 這邊的捷運站超級遠 從捷運站到我家可能走路要兩公里吧 所以平常我其實蠻喜歡騎 就是小步在城市通勤 我剛去先去寄了我們的水壺 就是大家如果有預購的話 都是我親自寄出的喔 那寄完水壺就剛好 因為下禮拜又要出國了 所以要來換個日幣 我覺得超級方便 天母是一個我覺得還蠻 適合騎單車的地方 因為它的人行道相對起來都還蠻寬廣的 寬廣的 像我們剛剛其實經過那個日喬學校 就有超多的就是媽媽們 他們都是騎單車來接種小孩 然後我自己其實平常 比較常有的就是我會在 生活習慣的改變吧 我就從有小步之後單車 機車就變得比較少騎 就可能我去附近買東西吃啊 我就會特別把小步牽下車 然後直接一起騎單車去 就稍微順便運動一下 還有一個很重點的就是 它上車也超級方便 因為它折起來超級小 所以我們待會準備到下一個地方 把它搬上車 OK 今天就來跟大家聊聊 我到底為什麼會入手這一台 就是Brunton小步 還有它的一些簡單的系列介紹吧 那其實大家眼前看到的這台 Brunton小步是我這次購入的 它是2023年款的就是顏色 那顏色的色號叫抹茶綠 它其實有分為幾個系列 那Brunton這個品牌呢 它是來自英國的一個手工折疊車品牌 大家其實如果有聽過折疊車 可能會有聽過小步之外 還會有Birdy啊 甚至更早有一些Dahome 就這幾個牌子 其實都是折疊車市場 算是滿 大家滿討論度很高 然後選擇性也很好的幾個牌子 那我最後選擇它的原因 其實就是最單純的 像我們剛剛從車上拿下來 它在車上的攜帶超方便 它的體積可以收到最小 它的這個收折的設計呢 也得了很多獎項 甚至當時候其實有很多 仿製的這種小步系列 就是我們叫仿布 出現在市面上 當然價格可能就是 像這台的定價應該是六萬三千五 那 綁的小步從一萬到三萬區間都有 基本上從它的收折 我記得是智慧財產權過了之後 就開始出現很多就是仿造的 然後價錢就差很多 但是我自己最好還是選擇買這台 那就來跟大家更深入介紹一下 我買的這個系列在他們家族定位中 是什麼樣的產品 那我就來組裝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是這個把手 它的收折是順序從把手開始 然後我們要把坐墊升高 坐墊升高之後接下來 關節處打開來 那其實這樣就已經是它的 就是半成型了 那如果要騎的話就是 拉一下 就可以上車出發 那我就來跟大家介紹幾個 我這次購買的這個C系列的一些特點吧 那首先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大大的C 那我買的就是他們家的C C Line版 那這個系列當中就是他們 屬於定價比較親民一點 它的定價我記得是兩個版本 一個是二速一個是六速 就是六萬零五百跟六萬三千五百 那我最後是選擇買就是加三千的六速 因為其實考慮到像我們上一次去跟 聽不懂聽說我參加中色路的這個小步對決 就是摺疊車對決公路車 那這個時候 有比較多段的檔位其實就是比較合適其 各種路線 那除了這個C Line之外 第二個比較重點是它的靶型的選擇 那我選的這個靶是叫做M靶 就是它是比較經典的下奧在起來 那其實它還有S靶 就是完全平的 那就會比較是速度類型 所以我這次選擇是Z Line 然後M靶六速 所以它就會變成是M6L 就這個型號 那我這次買了六速系統 就是這邊有一段 然後可以有二三 乘上另外一邊 這邊其實是有就是大盤跟小盤 加跟減 所以就是二乘三就會有六速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它整台車的很多小細節處 都有他們Bronton的Logo 三台小車 像我們現在是這個模式 就是停車的狀態 跟實際全展開來變成騎車的模式 就是它車上很多地方都有這種小元素 還有一個很貼心的是 它進來每一台車 都有標配了打氣筒給大家 就在這邊 因為它其實跟我們平常公路車的這個氣嘴 是不一樣的類型 它是美嘴 所以它的專屬的這個頭 就可以讓你平常遇到露氣的狀況 可以稍微打一下 但我也必須講啦 這個打氣筒蠻廢的 就是打不太進去 我那時候要打的時候 到後面可能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就有點灌不進去的感覺 那整體騎起來 我覺得感受上 大家應該有看過上一次 棕色路的PK 應該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我其實 也嫌棄了它很多次 就是它的檔位只有六檔 其實不太夠 會要嘛太輕 要嘛太重 那甚至是因為它是一些收折的設計 所以真的它就不是拿來做競速用途啦 就是我覺得在城市通勤當中 它是一台很舒適的車款 但如果你要拿來衝刺 就它沒辦法衝太快 甚至它是C甲的 如果你要速度很快的話 控制的自動力上可能會有點影響 那剛剛大概簡單介紹完它的外觀 跟一些小特點之後 其實 他們除了像我這次買的這個C-Line 比較親民系列 但我覺得也不親民啦 一台折疊車要六萬多塊 我覺得真的是有一點點的 就是稍微貴 但我個人就非常喜歡 它這種收折的設計 而且 你知道買房的不太好 就是還是要致敬原廠 所以我最愛是選擇的贈品 那除了這個之外 它的產線還有一個是P-Line系列 那P-Line系列就是它在設計上 因為很多人會去改裝小布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一些 它的結構比較鬆散啊 或是輪組可能是比較親民的 有些人就很喜歡比較競技類型的 他們可能就會直接買到P-Line 它的設計上面就是 會比較直接把應該要改裝的東西 都直接改好給你 甚至他們也推出 就是有四速的這個級別 我們剛剛有講到這台車子 有二速或六速 就是兩速或是二乘三 那P-Line就有四速的這個選擇 那它在檔位的客戶制上 可能就會再更加精準一點 但重點是 P-Line可以比這台C-Line 重量在輕了1.5公斤 我這台的重量大概是10公斤 雖然說它可以收折到很小 但說真的我上次 帶著它去台南出差 拿一整天其實也是不輕耶 就是一直拿著它 其實真的也是蠻重的 所以如果你在重量上 有一些希望可以優化的話 或許你可以直接選擇到P-Line 那當然最頂級的級別 還有鈦版的就是T-Line 那這個級別當然它的管材的材質 就使用鈦合金 所以它的重量可以到更輕一點 可能接近7公斤出頭 那整體就是它的系列選擇大概就是這樣 那就來跟大家聊聊 其實我有小步之後 在生活中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這台車其實在我生活當中 我覺得最方便的就是 我現在平常會騎車出去 像剛剛其實有聊到天母是 就是捷運站離我住的地方 有點距離的 那平常可能都是騎機車啦 但我覺得有單車就自由很多 因為天母的人行道很寬 那你慢慢騎其實有時候 你就不需要特別繞到順向 我覺得這是對我來講 生活變得很方便的一個選擇之一 那我自己就會平常在可能我去銀行啊 或者是我去寄送東西 甚至我平常去買一些午餐之類的 我就會選擇用它來就近交通 甚至我們在有一些出差的時候 就會用選擇4加2這種方式 就是我可以不一定要帶公路車 但我到當地就有這樣的小折 可以做交通接駁 我覺得是超級方便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可是你為了這個方便 要花一台6萬多塊的錢來買這個小折值得嗎 因為其實U-Bike超多的 那我覺得最大的區別就是 有時候你要找U-Bike站 你可能下樓之後要走一段距離才會到站點 那我有了它之後 當然下樓就可以直接開始騎車 這個是不太一樣的選擇 但是說真的要花這麼一大筆錢 U-Bike或許也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選擇 因為畢竟在台北市 U-Bike的站非常豐富 所以如果你會覺得單價太高 我個人會比較推薦你可能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親民的品牌 像是國產的牌子 或者是在小折市場裡面 大概1萬出頭 其實就可以有還不錯的選擇 那這個就供大家參考 只是我自己會覺得 像這台車它是蠻保值的 就是我其實當初是想要買二手車 來踏入小步這個圈子 但我發現這台車過了5年 過了可能接近10年 10年前的車竟然 距離定價來講 就是沒有便宜到兩三萬以上 就是可能只折一萬 我就會覺得既然那麼保值 那我乾脆買全新的 我真的不騎再賣掉了 應該都還算划算 但是 我覺得既然已經花了這麼大一筆錢 但剛剛講到的重點 就是它這台車其實有點重 拿起來還要10公斤 甚至有時候騎想要快速的時候 它又有點鬆散 所以其實接下來我已經計劃好要去改裝了 大家如果看完這集有興趣的話 也記得鎖定我們接下來的下一集 我將把我的小折 就是Brunton小步 這台抹擦率做一個徹底的改裝 好啦 那以上這支影片呢 就大概是我跟大家介紹開箱 我購入了這台Brunton 就是我是買M6L的這個系列 的一些簡單介紹 大家如果對於這個品牌有興趣 也可以自己去Google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就是 它有值得這個價錢啊 它很多很細微的做工 你會覺得它真的有做出那個質感 那如果真的不騎 再考慮賣掉吧 畢竟它滿保值的 好啦 我這裡就這樣 昨天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歡迎收看